无孔不入 另外位在新北市泰山北部最大的家禽屠宰场 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 疑似爆出了群聚感染 一名越南籍的女移工 24号晚间因为身体不适 送医筛检 呈现了快筛阳性 立刻被送到了淡水检疫所隔离 而现在她PCR也确诊了 劳工局紧急安排其他23名移工快筛 结果又有5人是呈现阳性反应 市府除了针对屠宰场跟员工宿舍全面大倾销 所有员工也要进行快筛施打疫苗 就怕疫情会进一步扩大 位于泰山的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 25号传出有一名女性移工确诊 接着又疑似爆出群聚感染 25号上午现场的100多名移工 也已经全面停工 没人啊 来得没人啊 晚上他们才有工作 我们人要去快筛 待会有人来接 场内空无一人只剩下保全留守 而根据了解 24号晚间有三名越南籍移工 因为身体不适就医 并进行裁剪 两人快筛阴性 一人快筛阳性 25号PCR结果出炉 阳性确诊 劳工局立刻协助安排 针对接触的其他23名移工 紧急进行快筛 其中有5人呈现阳性 18人阴性 卫生局直接将这5人 先送到检疫所 其他义工则是安排居家隔离 里面大概将近有500多人 那这500多人 我们一定在今天完成快筛 也完成疫苗的接种 就怕又发生群聚感染 新北市府决定在运销合作社内的屠宰业务 承销商运输搬运和排卖人员 大约500人 统统先快筛 如果是阳性就送到检疫所隔离 阴性直接接种疫苗 屠宰场和员工宿舍来回大消毒 除了紧急修饰一天 后续要不要停工 市府将依照相关防疫指引进行处置 这辽亭许修明新北市报道 市区训指引进行处置